阿力公文 大家好 我是阿力 有不覺得這個頻道真的是 今天我們街坊的主題就是 不過台灣的里語也有分很多種 包含台語跟客家話 而且其實有大部分的里語 隨著時間的流失 真的越來越難保留這些語言文化 都快消失了 但我們今天的重點是想針對 國台語 邂逅語這一塊 但你們可能會問 阿力 什麼是邂逅語 用一句話來說 就是去掉後半段的用語 也就是把真正想表達的含義 藏起來 不直接鳴叫 讓聽的人自己去猜 所以一般都會是比較幽默的形式 而台語的邂逅語就稱作 也有細虐嘲諷的意思 所以有很多邂逅語其實都很地獄的 後面我們再來聊地獄的部分 我先簡單說幾個常見的邂逅語 像是前音梗 常聽到打破砂鍋問到底對吧 但其實它原先不是這個問 而是這個問 這個問字是用來形容 容器裂痕或是破裂的意思 另外還有 那還有像是其他歷史人物類 關公面前耍大刀 意思就是不自量力 然後台語最常聽到的就是 哦 看不出來啦 這樣這些舉例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在生活當中 我們常聽到的這些都是屬於台灣語語 那當然接下來我就要到街上 隨機抽考路人 今天我準備了這些邂逅語 問題能度比較高一點點 我們來看看現在台灣人能夠答對幾題 嘿嘿 進入影片內容之前 請大家不要吝嗇你的小手手 幫阿力點個讚 按下訂閱鈕 打開那個叮叮噹吧 對這個台灣語語熟悉嗎 還OK 不太熟悉 那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 好 聽過不入虎穴 煙的鬍子 讚 煙的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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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入虎穴煙的鬍子 啞巴吃黃蓮 什麼 有苦什麼 什麼 有苦 怎麼講 我忘記了 簡單的你有沒有比較有印象 啞巴吃黃蓮 啞巴吃黃蓮 下一個應該是誰 其實我也不知道 有苦 說不清啊 啞巴吃黃蓮 有苦說不出 啞巴吃黃蓮 有苦說不出 欸 不錯喔 欸 你很厲害 你忘了厲害 我只知道一個而已 我也只知道一個 那妳知道哪一個 這個 有苦說不出 小雞能有 蛤 還是小雞能無 不知道 不知道 哈哈 感謝你 小雞能無 還可以嗎 唉唷 欸 我覺得你們都很不錯耶 所以你們會 記得這些禮遇啊 是因為家人 或是朋友 跟你們說的 還是說以前上課的時候 應該是家人 都是家人 都是家人對不對 好 這家人都沒有 放在那裡 吃過飯了 你知道嗎 我好像台語過 應該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死我 台語系的 你才希望 是嗎 不知死我 你台語蠻厲害的 那你可以幫我解釋一下嗎 譬如說 某一個黑道 已經成為 警方鎖定的目標 這個就可以用這樣的 我這樣講 會不會得罪你 不會啊 不會啊 這句話就是這種藝術的 對 腳底抹油 就想要膠底抹油的話 一定是很滑 對不對 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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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到時 你給你必須實施 喝果立刻吧 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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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豬八戒照鏡子 嗯 我知道他那個意思 就他是豬 幾個字 幾個字 也不定有個字嗎 因為他是 五個字 五個字 理 理會不是人 欸 我來你來 毛 毛阿寶 放 棒跑 毛阿寶放 要放什麼 棒棒跑 棒跑 毛阿寶放跑 完蛋了 完蛋了 不知道 爆火了嗎 有去過毛阿寶嗎 其實是怕死啦 平時不燒香 你的平常老師的聖課都不知道 跟同學的筆記記 要不要借一下嘛 對 借一下 是不是這樣 臨時爆火獎 好 人哪衰 人哪衰 沒聽過 人哪衰 敬 人哪衰 這妳會了吧 我不會 敬佛阿寺菜龜 哎唷 等一下 看一下 貓哭老鼠 貓哭老鼠 每個空氣突然安靜 來 下面一位 貓哭老鼠 家吃杯了 什麼 我答對了 我來你來 貓哭老鼠 家吃杯 哈哈哈哈 阿婆生兒子 我這麼有印象 老婆生孩子 阿婆生孩子 阿婆 我有聽過 有聽過 喔這好噁心 阿婆年紀這麼大 欸 然後她還要生小孩 高高齡產婦 老來得子什麼之類的嗎 答案是 真聽 喔 這真聽的意思 怎麼會有孕婦想要走獨木橋 可能會嚇到吧 本身是什麼職業 阿我是羅文老師 孕婦走獨木橋 這個真的沒印象 沒印象 對 這個真的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一起來看看 啊 對 警惡走險 閻羅王嫁女 感覺是什麼鬼 國語嗎 對啊 她是國語嗎 不是 鬼開頭嗎 對 鬼心娘 鬼 鬼 鬼來電 鬼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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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才藥 去白的頂子 去胖 台語不行啦 三個字 可是很長耶 台語吧 妳不要碰我黏那麼長 她搞不好 她搞不好只有兩個字而已 真實的皇帝她可以做很久 但是她只是上台演個戲而已 然後下台了她就不是了 那妳覺得這個應該怎麼說 鳥青也沒生心哭 完全沒聽過耶 沒聽過 太多了 人沒生心哭有什麼味 我平安嘛 喂 先不要 先不要 鳥青也沒生心哭 會有什麼味道 薯味 塞味 一種哈味 像神道 有薯味是嗎 我不知道 2 就有薯味 對 它真的耶 還真的 有醋味 在外面看到一個阿公 突然就打個哈欠 她如果打哈欠的時候 妳會看到她是什麼 扁條線 那老頭年紀還越大的時候 通常都沒什麼牙齒 一望 無寂 剛說了她沒有牙齒 所以是一望無 一望無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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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回來了 今天的街坊感想 我覺得現在台灣年輕人 對於台灣禮語都有一定的認知 但有一點我很好奇的是 世界沒放假才有 這句話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很稀鬆平常 但是既然有年輕人完全沒有聽過 這一點讓我真的很訝異 當然今天我們也準備了一些困難的題目 基本上是沒有人答對了 不過 這代表我們台灣的禮語文化 正在慢慢的消失 那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有很多邂逅語 都是地獄梗 尺度的關係 我就放在畫面上 給大家看看有哪些 但大家也知道 這些都是來自古時候生活的人們 透過日常生活中感受而來的 所以當時的確比較容易用一些 歧視性或是很黑暗的用字 畢竟當時比較少有 性評或是歧視等等相關的概念 這類的 當然我們也不推薦 現在拿來引用 幽默歸幽默啦 有些文化還是要跟著時代走 這期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到我的IG去追蹤我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囉 我是阿莉 掰掰 我們下期影片